除了就是社會議題面的部分之外 今年也測了一個新的奇幻單元 對不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一開始 其實本來還想的 那社會事件部 那可能要什麼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等等等 可能就會有很多社會議題相關的 但是我後來就跟洪洪建議說 因為我初聽到平行時空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腦海之理 其實馬上想起來是一個 就我們現在常常說的 跨越時空 穿梭 穿梭劇 時空這樣子 那我自己很 我自己對這種突破時間空間的作品 有非常大的一個興趣 然後而且我就跟洪洪講說 其實我們念電影時的人都知道 電影其實從一百年一百多年前開始 盧米艾他的作品 他那個火車進在那些講求的 就是一個現實 但是另外一位 大家如果看過 魚果的冒險就知道另外一位電影特效之父 梅里葉 他其實是把電影帶上一個幻想 那其實現實跟幻想本來就是電影的兩大主軸 那我們何不呼應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策展方向 何不就呼應電影史 回歸最最初史百年前的這兩條方向 我想一方面剛好是平行時空嘛 是 然後一條是一個現實社會事件部 那我們第二個方向就來做宇宙大不同 那聽起來宇宙大不同 他他好像可以很跳 然後我們就其實我心中本來有找了很多 更更多科幻經典 可是在邀約的過程中 好像沒有那麼順利這樣子 那還好至少我要到了我自己非常非常想要的一部作品 就是我今年才剛過世的法國電影大師雷奈 他的一個雙連作叫做《西菸》和《不西菸》 對他是雷奈的第二任老婆演的 還有他的班底 整部這兩部片 他你可以先看《西菸》 也可以先看《不西菸》 然後他們就整部片都只有兩個演員在演 但是他們總共演了九個角色 因為他們是改編自舞臺劇 如果常看舞臺劇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很多人常常是一人要分視多角 演主角同時也演配角這樣 那他們兩個人演九個角色 而且故事最後發展出十二個結局 我我面臨一個人生的那個轉折口 我要吸菸還是不吸菸 吸菸可能就發生什麼事情 不吸菸就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故事又就從這個交叉口 就分叉出去 然後遇到可能五天後又遇到什麼事情 五個星期後又遇到什麼事情 就人生就不斷地分叉分叉 所以兩部片總共有十二個結局 然後都讓你意想不到 那相較雷奈 大家如果想說看他早期的作品 比如說廣島之戀 那一種好像在記憶跟創傷之間 好像迷宮這樣繚繞 覺得現代主義的東西 其實好像有點害怕的話 那我覺得吸菸不吸菸 絕對是你認識雷奈最好的入口 他就有點像羅拉快跑 有沒有 你到這個人生交叉口 你要做什麼樣的決定 他他其實還是非常雷奈式的 在做記憶 還有創傷 還有迷宮 這種像迷宮般迂迴繞繞 但是他用了一個非常勤快活潑的一個語調 來講這樣的一個故事 是亞倫蕾奈比較好入手的作品 應該是最好入手的 最好入手的作品 因為亞倫蕾奈也是我們的李大師 李佑鸚鵡鵝 鵝鵝非常喜愛的導演 是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請他來做一個應後的導讀 是 對 就是Ryan來說 就是其實你會就是跟李大師一樣 特別喜歡亞倫蕾奈的原因是在哪裡 李大師他常跟我吵架 因為他覺得我為什麼會沒那麼喜歡廣島之丁 我說我沒有不喜歡 我只是更喜歡雷奈後期 就是吸菸不吸菸生死戀通俗劇 或者像喧華的寂寞 這樣子比較以舞臺劇為主 這是雷奈他中後期 就是跟他第二任老婆 作為他的創作謬師 他就為他打造 所以他老婆本來就是很優秀的舞臺劇演員 所以他中後期的作品 一直到他最近的遺作 其實都是類似舞臺劇 然後幾個人在一個空間演出這樣子的 那李大師他覺得雷奈真正最重要的 應該是廣島之戀或慕里愛 因為那不是那麼劇場感的作品 而是真正在聲音跟畫面 也就是透過剪接 然後去達造一個影像的一種幻術 那我承認李大師他說的這他說的確實那些作品 應該如果就很客觀的要去講雷奈作品的一個美學上的成就 當然他前 前中期就廣島之戀這些 可能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對 可是我覺得我電影 旗號本來就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 那我喜歡雷奈比較輕鬆一點的 就是他中後期以後的作品 是 這一次的奇幻單元就是宇宙大不同 就是Ryan有說到說 就是這些奇幻作品 在某一種瞬間 讓你好像看到了 就是世界的真實面 那我就舉另外另外一部片的為例子好了 我們這一次有邀到一部非常傳奇的一個作品 叫做迴轉時光機 迴轉時光機 對 他英文叫primer 那如果大家今年有注意那些藝術電影的話 今年有一部片逆流色彩剛上映 那導演他就 他常常他就自編自導自演 因為人也長得帥 然後他的作品 就是常常在那個時空中 好像對時空 他他的作品常常是打破時間跟空間的限制的 逆轉逆轉時光機是他第一部作品 就是比今年上映的那一部 有在臺灣上映的逆流色彩更早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其實已經滿十年 從來沒有來過臺灣 然後當年他上映的時候都嚇壞一堆人 為什麼 因為那部片花了七千美金 就拍成 七千美金才二十萬臺幣 就是現在很多學生 傳播科系學生 幣制可能都超過他 那不是說你用很少的錢拍就很厲害 因為你要不用花錢也是可以拍一部片 但是我覺得真正厲害的是 他這裡頭講的是一群人合夥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他們因為在做這個事情的過程中 他們就好像互相猜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 結果其中有人就最後就打造出一臺時光機 當然他不是像我們看好萊塢的科幻片中 你可以時光機可以穿梭來去或幹嘛 我覺得他最重要的是 其實無論你的時間跟空間如何最大 如何去打破 最後你還是要回歸到人性的一個探討上 那我覺得這一部回轉時光機 他就是在人性的探討上 其實他就是一種非常美國獨立製片的 比如說我們如果看好萊塢片 可能我們期待是一個要說得非常飽滿的一個結局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 就算是像全面啟動那樣開放性結局的東西 他還是要有一個非常明亮而絕對的一個 好像ending讓你知道 但是逆轉時光機 迴轉時光機 他其實是更悔澀 然後好像更魔力良可 那我覺得他自己有一種魅力 也難 你如果上常常那種科幻片迷 可以看到全各種網站在辦各式各樣的票選 他永遠幾乎都是在前三名 那我覺得過了十年 然後有那麼多科幻片講 講跨越時空穿梭時空的東西的不斷出來 為什麼他還能夠維持不墜的地步 那其實他是有他的價值所在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趁他男的來大螢幕上 去看這一部神奇的作品 天父異守 講的是一個男生他媽媽死掉 繼承了他媽媽的超能力 他只要摸你 你就會痕 痊癒了 康復了這樣子 但是其實今天這是一部法國片 他沒有那麼強調超能力這件事情 他是著重在這個男生 他確實真的去幫助別人 也不求回報 可是他仍然覺得心裡很空虛